再来观察到的是3031的百红 今年将要在红外线模组出货量提升之下 会带动营运的走高 而由于新模组开始放量出货 供应给家电用的扫地机器人 第二届的出货量会稳定的放大 而新应用市场就成为了营收成长的利基 预期红外线模组营收的比重 渴望提升朝向45%的目标来迈进 而百红5月份的营收1.54亿元 月减了18.938 可以看到说最近的这根的蓝色的柱状体 相较于前一根是往下来缩小 但是看到比起右边的黄色柱状体 更是年减了33.23个百分点 二百红昨天是以小涨0.75%作收 十日均线跟月线是同步的向下跌破了 画面当中紫色的这条年线形成了